大家好,我是小K,今天我们会来煮去试茶 食材的预备有黑豆半碗,玉米半碗,红豆一整碗,四到六颗的黑枣,两片橙皮,十颗左右的枸杞 豆类浸泡过夜,或是在夏天浸泡四到六个小时 泡软后的豆类沥干水分,进入干锅去烘草 烘草的目的是为了去除豆腥味 烘草约十来分钟,直到豆子稍稍的有点裂开就可以 烘草过后的豆类放入沸水中,煮开 加入黑枣,然后盖上锅盖,小火煮一个小时即可 接下来我们煮播吧粉圆 沸水中加入粉圆,开中火煮45分钟 期间不断翻动粉圆,以免粘锅底 45分钟过后,关火盖上盖子,焖30分钟 30分钟过后,煮好的粉圆就可以过筛子做清洗 清洗的步骤是,先用温热的水 把脏东西洗干净 然后再用冷水去清洗 洗冷水的作用是让粉圆收缩,以至有QQ的口感 洗好的粉圆沥干水分 碗里加入蜂蜜或者黑糖 把粉圆加入,不断的搅拌,直到蜂蜜软 杯子内放入粉圆和冰块 然后加入我们刚刚煮好的去世茶 这样子一杯适合大人小孩用的 下日健康饮品就完成了 好了,谢谢大家,我们下次再见